新北市警方破获了一起飞车抢击的案件 带突骑车随机行抢一名富人 富人尝试要追逐抢回皮包 但最后失败 路过的小黄问奖目睹一切 踩下油门加速狂追 一路是追了500公尺 终于是抓到抢匪 详细情况联系给记者周宇如 这主播我们可以看到 问奖的行车记录器上 他看到一名妇女的皮包被抢走 他就非常激动 觉得这名机车这样就这样驱车逃逸 他相当生气 他就一路追了上去 跟着狭小的上弄 急起直追 机车转弯 他也跟着转弯 直到他看到这名歹毒 竟然突然倒地 他就赶紧报警处理 我们来看一段稍找警方的说法 案发当时 正巧有一名见义勇为的司机 全程目睹行抢妇女的经过 他义愤填膺 一路尾随跟拍 并将录下来的画面资料 迅速交给警方来侦查 嫌犯有强盗抢夺 窃盗毒品的前科 是本分局列管的天眼专案对象 去年11月间 才因为刑抢妇女皮包 毒瘾发作的时候 刑抢妇女皮包 被我们警方查获移送 问奖建议勇为的行为 就连警方都竖起大拇指 直说战 也决定给予表扬 而证明有多项前科的歹徒 也依强盗罪嫌 移送法办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 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 好 现在鱼如看到小黄问奖金 勇为狂追了500公尺